各位弟兄好 在这集录音中呢 我要陪伴你一起来学习的是手册的第75课 光明已经来临了 你看一下这课的标题跟内文 会发现它是充满正能量的一课 那今天刚好一早起来 然后外面天气也非常好 然后晴空 又是春天 感觉特别好读这一课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像这种类似的 光明已经来临或者我是光明 或者我是上主之子 它并不是让你来无视于你的黑暗 然后逃避你内在的黑暗 或者说不去正视它 它不是这样 像类似这种课的练习 它都是要先去看到自己内在的小我 然后再发愿心去放下 以便你能够体验到 它这一课所讲的这个状态 那我们来看看它下面的这个文字 第一段 它说光明已经来临了 你已经痊愈了 而且你也能治愈他人 光明已经来临 你已经得救了 你也能拯救他人 你活在平安之中 不论你到何处 平安都与你同行 黑暗混乱以及死亡都已经消逝了 光明已经来临了 那你会注意到奇迹课程里面 它常常用已经这两个字 好 然后它常说你已经得救了 那有时候会搞的初学者一头雾水人 其实它这个已经的意思就是说 分裂其实没有真的发生 小我也并不真的存在 那当然你根据小我所做出的各种判断 还有信念 还有情绪 还有你眼睛前面所看到这个世界 这些都是小我所造 都是小我的结果 所以这些东西也都是幻象的一部分 好 那第二段呢 他说今天我们要庆祝你漫长的噩梦 终于有了幸福的结局 好 这真的是漫长的噩梦 尤其是我们的心灵 现在恐惧焦虑之中的时候 那个真的是度日如年 而且更不用说这个 已经不晓得轮回了几百事了 不是只有这一次才 才这个受到小我的碾压 好 那他说今天是 他不断的说今天是要庆祝 好 那但实际上每一刻 那个宽数的那一刻 都是最好的庆祝 好 那他说如今阴森的梦境呢 已经消失了 那光明已经来临 好 因为分裂从未发生 那这个也是宽数 要带我们去体验 跟体验出来的 好 那在第四段他讲到 在今天的练习 尝试练习里面呢 我们要全心的着眼于宽数 所显示给我们的这个世界 好 就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过的真实世界 好 那这是我们唯一想要看到的世界 好 一样扪心之吻 你不必把奇异客人的任何观点 或者是观念 直接套在自己头上 你应该是先问自己说 这真的是我想接受的吗 好 然后 平安是不是我真正要的 或者我要的是别的 好 先跟自己确认这个 好 然后他说精诚所至 今时为开 意思也就是说 当你的愿心到哪里呢 你的平安就会到哪里 好 然后第五段讲到说 在这个尝试练习里面呢 先跟自己宣告解脱的喜讯 就是光明已经来临 我已经宽数了世界 好 那今天不要再留恋于过去 让心灵彻底的开放 洗尽所有过去的观念 也就是说过去任何的信念 尤其是那些限制性的信念 尽可能的去把它放下 然后 他说你无法预设它的模样 只能等候它的显现 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真实世界 也就是说 在你完全宽数的状态之下 你所看到的这个世界 你无法预设它的模样 而只是等候它的显现 好 那这个也是在奇迹课程里面 最重要的观念 他其实 花在描绘真实世界 跟上组的境界文字 你真的去找的话 会发现非常少 真的很少 那要不然奇迹大部分文字 都在讲什么呢 要不然就是在讲小我 要不然就是在讲这个宽数 大概就这两个 构成了这部书的主軸 那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两个境界并不是 是人间的语言文字 所能够描述的 所以它才叫你不要去预设它的模样 因为不管你怎么样的去想象 或者用文字去叙述 都还差得非常远 那就我的体验的话也是如此 所以 你不要一开始就先 设定说上组就是怎么样 然后它就要给你什么 其实当你真的体验到上组 体验到上组一点边的时候 当然当然你体验到上组之后 你现在也不会在这里 那你真的体验到它的一点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跟你以前想象是千差万别 所以我们只是尽可能的挖空心思 就是放下 尽可能去放下你内在的一切心念 然后 像这个练乙手册讲的 双手空空的往上组那边过去 那等候上组显现 好那第八段呢 它说你可以告诉上组 你知道你不会失败 因为你信爱他 也告诉你自己呢 你正躲定的等着仰望他所许诺的世界 从这一刻开始 你会以不同的眼光去看一切 如今光明已经来临 你会看到上组在太初之时 许诺给你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内 时间就要结束了 因为上组里面是永恒的 好 然后第九段说 在短式的练习里面呢 带着一个欢心的心情呢 然后来自我叮咛 说我们已经自由了 那最好每过十五分钟 就提醒自己一次 就是 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特殊的日子 然后我们要向上组的人词 即圣爱献上我们的感恩 在宽恕的大能中欢心雀跃 他会彻底治愈你的眼光 好 然后接着你可以说 光明已经来临 我已经宽恕了世界 好 那如果说面临诱惑 好 比如说你想要定罪某人的时候 嗯 可以在心里面告诉这个人 好 光明已经来临 那我已经宽恕了你 好 那今天呢 让我们把 好 就让我们把今天的这个时光呢 献给庄严宁静 那是上主愿你七夕之地 今天你看见了真实世界 默默取代了那个你信以为真 而且最不可涉的世界 当你庆祝自己的会见诞生之际 应该记得 不只把这份庄严宁静 保留在你的自我意识 还需要随时的看到它的终绩 好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练习的第75课 它的标题是光明已经来临了 好 是很有正能量的一课 那 我还是要再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 我应该是前两天有讲到的 如果你要做这个练习手册的话 嗯 一定要去买书来 好 不是买我的书 是买奇迪课程这本书 好 那 因为只有听录音是不够的 好 最后你会发现 好 然后有数的话你才有办法做练习 好 那听录音跟做练习也不一样 好 那光听录音是没有办法进步了 好 一定要能够做练习的话 嗯 它里面这个观念才会真正落实在你的生命中 那你才有机会在碰到挫折的时候把它运用出来 那再来呢 也很感谢就是在这阵子 嗯 就是给我们金钱赞助的弟兄 好 那 让我们的这个录音的计划 好 能够持续的推展下去 那会在 我会在就是 一个礼拜或五天的时间都会灌这个 每天会灌一刻的这个练习录音 好就陪伴大家一起做练习 然后我们会在明年的 年中的时候 嗯 结束这个练习手册 那在这过程中我会把这个教师指南 还有里面的这个 呃 补编还有词汇解析都一并讲解完 好 然后 最后就是我们在五月六号七号 这个周末 在湖北省的武汉市 有开一个两天的工作坊 好 那我们的焦点呢 在理问的部分集中在形式与内涵的区别 然后在石秀的部分呢 集中在人际关系的开解 好 那相关的这个上课讯息 在我的网站跟公众号里面都有详细的 好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 呃 欢迎可以参考 那上过工作坊之后 再做这个练习的话 呃 会对各位的这个学习 呃 起到非常正面的作用